为什么你的三角莓一年到头就是不喜欢开花呢? 这里叫你三个狠招 起码在春秋两季会开花吧 大家都知道一些情花品种呢 如广红莺、张红莺、加州黄金、绿莺、铜阿红、叶子冰、卡亚塔、佩德罗、马斯、塔类三角莓 这些三角莓呢 你不怎么控水 不用怎么折腾呢 也会花开不断 特别喜欢开花 但一些叶片肥大的品种 如宝老城、印度花豹和绿叶大红等兰花品种呢 需要使用几个狠招它才会开花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叶片肥大的 不喜欢开花的三角莓呢 不妨试一下我这三个狠招吧 我这颗呢是绿叶大红 也叫中国红 记住哦 它可不是情花品种同安红哦 同安红是这样的 看一下吧 有的花有呢反映绿叶大红 也就是中国红 不怎么喜欢开花 我也给它用了这三个狠招 后来呢 春秋冬三季 它都喜欢开花了 而且呢 开得很漂亮 第一个狠招 摘去大叶片 可以把肥大的叶片摘了 像这样 就留几个小叶片 等薰枝长出来时 再把剩下的老叶片摘了 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让它的枝叶和芽点呢 能被阳光照到 把它放在光照超过六个小时以上的室外呢 暴晒 阳光好 三家莓才更喜欢开花 第二招 刨掉一些盆土 原来呢 我花盆里的盆土太深了 我刨掉了几厘米 只剩下15厘米左右的厚度吧 尽量别伤到根系 土少 盆小 它就喜欢开花 土太多 三角莓呢 浇一次水不容易干透 它就喜欢长只长也不开花 第三招 使劲控水 而且只是醋花肥 它既然长得真反叶貌呢 说明里的水浇多了 淡肥太多了 尤其是遇到连续的雨天 叶片长得非常的大又厚 那这个时候呢 我都是等它叶片严重发粘了 像这样 我只是醋花肥 我是用伊克林酸药青甲 兑水1000毫升 等叶子严重发染 用这种肥水呢 浇灌土壤 浇湿土壤呢 一半就可以了 等叶片再次发粘 再这样操作 当然呢 醋花时最好选择 晴天多雨天少的时间 才会效果更加明显 雨天呢 还要为它病 否则呢 会前功尽弃的 这样它的小花包 就会被逼出来了 等有小花包了 就把肥料变成 伊克林酸药青甲 加伊克花朵朵1号 一周呢 灌根一次 叶子呢 稍微发软 就去浇透水了 这样呢 你看它们的小花包呢 越来越多 逐渐变大 最后呢 花开满枝了 当然呢 琴花的品种 是不用这么折腾的 如果你的三角梅呢 一年到头 就是不喜欢开花 而且是枝繁叶茂的品种 这个方法可以试一下 好的 今天就聊这么多 感谢您的点赞和观众 散会 就会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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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